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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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各位小朋友,欢迎来到每日学一次时间 今天我们会学个口字 首先我们看一下口的字 和他的图画 那口究竟有什么作用? 他作用很多 我们会用口来发声说话 又会用口来咀嚼食物 又会用口来唱歌 又会用口来唱歌 我们的口是否有很多用途呢? 接下来我们一起学一下 如何咀嚼口子 我们一起来看看口子的结构和不顺 我们一起来看看口子的结构和不顺 第一个配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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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口琴 口琴是一种乐器 靠我们用嘴吹气或吸气 来发出声响 第三个配词 是门口 门口 门口 门口是指一间屋的开口 是人进出屋的通道 最后一个配词 最后一个我们要学的配词 是口袋 口袋 口袋是给我们放些小物品的地方 学完口的配词 学完口的配词 我们现在一起来学下 用口组成的句子 第一句 猴子用口吃香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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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弟弟总是流口水 小弟弟总是流口水 口琴的声音真好听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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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家门口有一只小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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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的口袋里什么有没有 我的口袋里什么也没有 我的口袋里什么也没有 现在就等我们一起来玩一个小游戏 在蝸牛的身上写着一个字 你可不可以配对它正确的图画 它存在一个事实上 他们也认识 一只小狗 你也认识 正确 Either 它封面太多恐竟 有口字 有口纳 有口感 ocr� otzdem 让你选择正确的图画 正确是口球 最后一个游戏 你又知不知道 汪牛身上的字是关于什么呢? 正确是口袋 口袋 学完字的字形 配词 句词之后 我们可以做练习来巩固记忆 在以下这个网址 可以下载认字卡和工作纸 记得和妈妈一起下载做练习 好了小朋友 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 欢迎留言 like 和share我们的短片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